因为被迫合成三颗能毁灭世界的魔石 男人竟被传送到了北极 随着手中的魔石自主升空 整个北极突然凹下一个大洞 下一秒无数冰柱拔地而起 仅一瞬就构建出了一座碉堡 而这正是超人父亲的孤独城堡 在一条漂浮的冰柱被克拉克握住后 乔尔的声音突然浮现 随着一道蓝色光芒笼罩克拉克 大量克星知识不断冲进他的脑海 可就在克拉克疯狂吸收克星知识时 同样被传送到北极的克洛伊来到了城堡 感受到有普通人类入侵城堡 暴雪直接朝克洛伊洗去 仅一瞬克洛伊就被冻到不能自理 但他知道克拉克绝对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一遍遍呼唤着克拉克的名字 就在克洛伊即将被冻死时 克拉克终于听到了他的呼唤 强行中断了知识传输 看着快冻死的克洛伊 克拉克连忙跑了过去 但现在他必须继续学习克星知识 不然他将没有力量拯救整个地球 一边是整个地球 一边是自己的朋友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朋友 可父亲告诉他必须在日落之前回到这里 不然后果非常严重 随着克拉克将克洛伊送到医院 但这时电视中的新闻却报道 因为遭受陨石袭击 无数人们死去 而其中一处受害的地方 正是克拉克父母的房子 一瞬间他心急如焚 可当他利用急速来到家中 却没有看到自己的父母 反倒是莱克斯不知为何在这里 因为看到了克拉克在山洞中消失 莱克斯怀疑他不是人类 但克拉克却坚决否认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莱克斯慢慢走向了克拉克的对立面 但他还是告诉了克拉克他的父母在医院 于是克拉克连忙赶到了医院 可就在这时两个自称克星人的存在 正在四处寻找克拉克 就在这时三处寻找了克拉克的对立面 就在这时三处寻找了克拉克的对立面